女儿仗着自己老爸有钱 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可他万万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被绑架甚至撕票 大家好我是巴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香港惊悚犯罪片 报应 老王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这天晚上 他的手下阿初给老王打来了电话 告诉老王已经找到了他的女儿戴斯 可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手下找到的是戴斯的尸体 老王开着车在夜色里赶到了现场 他穿过小屋来到了后院 屋子里的地面上一片狼藉 还有一些鲜血的痕迹 老王看到手下阿初以及一个陌生男人 正在后院里挖着什么 老王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在土里快被挖出来的是女儿戴斯的尸体 戴斯的嘴巴和手脚被胶带缠住 头还被塑料袋蒙住 老王疯狂摇动着女儿 可是再也不会有回应了 伤心至极的老王看下了那个陌生男人 他把所有的气都塞在了他的身上 在混乱之中 老王把男人打死了 还好阿初留下来替他处理现场 为什么老王的女儿会以这样的方式惨死 又为什么老王会打死那个陌生男人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所以身下千万功成名就 但是大老板老王始终得不到放松 再把有争地事宜搅扰不堪 那有女儿戴斯的青春叛逆 戴斯是老王和前妻生的孩子 前妻在多年前因病去世 老王虽然心里有前妻 可是因为他一个人顾不上家里的所有事情 于是在几年前老王又再婚了 青春期里的戴斯 先是失去了亲生母亲 后来又眼睁睁看着父亲迎娶的后妈 戴斯因此变得不绝无数 他结交了一群胡鹏狗友 甚至还沾染上了违禁品 转眼间戴斯已经成年了 自知的他还是天天跑出去玩 今天他和一群朋友们来到酒吧里玩 这几个人都是富二代 他们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违禁品供活人 戴斯吸了一口之后 觉得这货还不错 于是当场就拿出了大笔的现金预定货物 几个富二代区在一起 谈论着最近的钱不够花 戴斯在朋友们的启发下 脱掉了坐在旁边的女生的内裤 然后放在桌子上拿灰尘往上铺 戴斯是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后妈 一直以来 他都看后妈不顺眼 以为是后妈分走了父亲老王对他的爱 今天这是后妈的生日 他要好好给后妈送上一份大礼 在女助手的催促下 戴斯终于回到了家吃晚饭 他拿着礼物盒子递给了后妈 还轻声对后妈说 一定要回房间了再打开 戴斯刚在饭桌上坐定 他说出了自己想要去天空之境 那是位于玻璃维亚的盐湖 老王一听就生气了 这丫头根本就不是想去旅游 而是想借着旅游的由头 向他要一大笔钱买违禁品 老王拒绝了戴斯的要求 戴斯气得立刻从饭桌上走了 后妈打开礼物盒子 发现里面的脏内裤 他并没有向老王诉苦 反而跟老王说 戴斯送的是好看的钱包 老王顺势把自己准备的钻石项链送给了媳妇 第二天早上 他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老王突然听到家里电梯的动静 他怀疑是戴斯想要离开家 果不其然 他不仅带上了行李 还偷走了老王刚送给后妈的项链 就被戴斯甩下了 戴斯一个人上了出租车 家里的所有人都以为戴斯是在闹脾气 没了几天就会回家了 可是不久之后却发生了意外 这一天 老王本来和妻子一起去开会 他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视频 里面被绑住的人正是戴斯 戴斯用颤抖的声音 捏着绑匪让他说的话 绑他的人要求老王给五千万 老王虽然很不喜欢女儿的交纵 可是他还是十分疼爱戴斯的 老王直接没有出现那场重大的会议 他把视频拿给手下阿初看 阿初从监视当地的蛊惑仔 认识了许多道上的人 而且他还十分有计谋 老王十分信任这个手下 绑匪要求老王不许报警 放弃了会议之后 老王和妻子一起阿初回家想对策 可是家里的女助理觉得很奇怪 明明他们要去开会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阿初并没有告诉女助理实情 而是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 并且老王还把女助理打发走了 他并不想声张这件绑架案 这个时候 他又收到了绑匪发来的视频 是刚刚他们三个人进家门的录像 黄匪再次警告老王不要报警 并且要求他第二天下午两点 拿五千万现金去目的地 老王自然很担心戴斯 可他更怀疑这是女儿戴斯事的局 因为戴斯离开家 就是因为向他要钱不成 老王觉得很可能是戴斯想要钱 才自己把自己给绑架了 又担心又生气的他 来到了戴斯的房间 把房间弄得一团糟 身边的妻子和手下阿初都懵了 老王暴躁地将其自解释说 曾经自己的老朋友 也被他的儿子这样欺骗 如果真的是戴斯自己绑架自己 报警的话 到最后戴斯一定会被警察抓进局子 于是老王不顾妻子的劝阻 连夜许银行取了五千万的现金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等待了 中午的时候 绑菲打来了电话 定主他要看哪辆车 并且还要求必须一个人去 老王觉得很纳闷 这个人知道他那么多信息 说不定就是女儿自己设的局 可是阿初却说 很可能是内鬼报的料 老王的工资很大 有很多员工 一时半会也查不出谁是内鬼 他立刻独自出发 来到了目的地 可是到了之后 却没人来见他 实际很快就到了两点 绑菲又打了电话 要求他去另一个目的地 可是那条必经之路去堵车了 就在老王焦急的 等待车辆疏通的时候 绑菲又打来了电话 他只有一句话 要求老王打开车棚 这个时候 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从车流中穿过 射手拿走了 放在车座上的一大袋钱 可是这个时候 还是没有戴斯的消息 老王回去之后 阿初调出在车上的牵控 牵控上只拍到了 骑车人的下巴 以及摩托车的车牌号 可是查了一番之后 这个车已经被烧掉了 线索再次又断掉了 老王开始焦虑了 他忍不住发起了脾气 老王还是觉得 有可能是戴斯搞的恶作剧 为了查明到底是不是这样 阿初被派去调查这件事 阿初先是找到自己的老友 谎称自己的手表项链丢了 需要老朋友找一下 这手表项链 当然是戴斯走的时候身上戴的 紧接着 阿初又去了出租车公司 查明那天戴斯走的时候 去了哪里 很快 那天的出租车司机找到了 阿初来到了戴斯 那日下车的地点 可是什么发现都没有 阿初还对戴斯的朋友 观察了好几天 他们看起来 确实是没有脑子的样子 肯定不会做出 绑架朋友的事情 阿初调查了好几天之后 他带着所有的结果 去找老王 自戴斯走的那天 他的所有网络软件 都没有登录过 而且在失踪的前两天 戴斯还向毒贩头子 预定了货物 阿初觉得 戴斯绑架自己的可能不太大 老王终于放弃了 自己仅有的幻想 承认了戴斯 就是被人绑架了的事实 阿初拜托老朋友的事情 也有了眉目 真的有人 拿着戴斯当初身上的手表 去当不当掉 阿初跟踪那个男人小A 来到了乡下的一间小屋里 他很快把男人小A 绑了起来 质问他 那块手表是哪里来的 小A在阿初的威胁之下 只好道出了事情 他承认了那块表 就是戴斯的 并且还对阿初 讲出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小A说 自己只是做了 绑架戴斯的事情 其他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天 戴斯离家出走之后 他刚刚下车 就被小A绑走了 可是这个男人 并不是幕后主谋 他把戴斯绑了 交给了另一个男人 大熊 来把戴斯拉走的 不仅有大熊 还有另外一个陌生男人 小A对阿初说 自己在把戴斯 交给大熊的时候 大熊车上的男人 一直在指挥着大熊 很明显 车上的男人才是老大 戴斯的手表 是在后备箱里挣扎的时候 掉落在车里的 当被问到 戴斯此时在哪里的时候 阿初面前的男人沉默了 原来戴斯已经被杀死了 他的尸体此时 就在小吴的后院里埋着 老王收到消息后 赶了过来 紧接着就出现了 电影开头的那一幕 被阿初绑着的小A 被老王尸首打死 他们没有把戴斯死去的消息放出去 现在知道戴斯去世的 只有老王和阿初 阿初找了个靠得处的人 把戴斯的尸体火化了 他告诉老婆 自己把戴斯熟回来之后 就把他送到美国上学了 因为他想悄悄地报仇 接下来 他们要找到剩下的两个同伙 老王此时相信的人 只剩下了阿初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 掏出了5000万的支票 递给了身边的阿初 老王的意思很简单 他想要阿初找到幕后黑手 并且替自己报仇 阿初早些年是混黑社会的 因为老王才逐渐走上了正路 而且也因为老王的原因 阿初才可以免受牢狱之灾 阿初对这个老板十分地忠诚 而且现在老王还在给他5000万的支票 阿初知道 这个只是不得不遵守 同时他也明白 自己一旦答应老王 拜托自己的事情 肯定还要背负几条人命 因为那躲在角落里的幕后黑手 到最后一定是由阿初亲手解决的 即使这样 阿初还是答应了老王的请求 他在行动之前 见了儿子一面 青春期里的小孩 对爸爸很不在乎 阿初陪了儿子一天之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阿初先是从老王公子里辞职 理由是自己没有保护好戴斯 让大小姐被人绑架了 其实他这样做 是为了避免在夫人的影皮子底下 引起老王老婆的怀疑 很快阿初就找到了大雄的藏身之地 阿初得知 大雄是一个调酒师 他先是扮成客人 摸清大雄的左膝 在调查的时候 他注意到 大雄的下巴和当初老王开始送钱时 车上摄像机拍到的下巴一模一样 然后阿初便开始了自己的抓捕 可是第一次 由于大雄跑得太快 阿初并没有抓到他 阿初便调用了自己的人际关系 打听到大雄已经准备偷渡到泰国了 时间就在今天的深夜 阿初很快就买动了偷渡的船家 把大雄绑了起来 阿初带着大雄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刚开始 大雄并不想把真正的幕后黑手招供出来 可是在阿初的威逼利诱之下 他还是收出了自己老板的信息 以及绑架案的全过程 绑架戴斯那天 小A收钱把刚下去的戴斯绑了起来 在海边把戴斯交给了大雄和头子 大雄和头子把人质带到了乡下小屋后 很快就录了视频威胁老王 大雄还负责开摩托车去拿钱 等到那天大雄把5000万赎金拿回到小屋之后 头子开心地把钱给分了 大雄没有听到屋子里戴斯的声响 担心地问头子 人质在哪里 让他没想到的是 戴斯已经被头子残忍地杀害了 为什么头子拿到了赎金还把戴斯杀了呢 大雄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阿初得到所有信息之后 便边录视频便把大雄处决了 接下来只剩下头子一个人了 不得不说 阿初的人际关系太广了 他很快就从朋友那里打听到头子的消息 这天夜晚 阿初一个人开车来到了头子的藏匿地点 两个男人都拿得有手枪 他们激战一番之后 最终还是战斗经验充足的阿初占了上风 当被问到为什么杀害戴斯的时候 头子说 都是因为当初向老王要赎金的时候 老王的态度太差劲了 所以他才拿塑料袋捂死了戴斯 还用铁链把他勒死 头子做案手法实在残忍 现在他也会得到同样的报复 老王命令阿初用一样的手法 把头子勒杀死 很快这个男人也消失在了人世间 至此 老王以为自己的报酬终于结束了 可是一通电话的打来 却让他意识到 还有一个人参与了这场案件 老王的专属医生给他打电话说 就在戴斯被绑架的第二天 家里的女助理依旧去找医生 拿了戴斯平时吃的心脏病药 这件事情很是气效 因为那时候的女助理知道戴斯已经被绑走 她为什么要照常去拿戴斯的药 唯一的解释就是 女助理也参与了这场绑架案 于是老王和阿初立刻赶去了女助理的家 女助理从窗台上看到这两个人来了 老王和阿初控制 终于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就是他把戴斯的行踪告诉了头子 才确保了头子绑架了戴斯 那天女助理取到的心脏病药 就是因为被绑的戴斯毒瘾犯了 但是又没有毒可惜 才导致了心脏病发作 他才会被头子叫过去送药 女助理其实只是为了分道钱 因为她常年独自抚养女儿 很缺险话 她从来都没想过戴斯会死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之后 老王情绪激动地接着问 到底还有多少同伙 这一次他们是真的没有通火了 在老王的压迫之下 女助理想从天台处逃离 可是却不小心踩空 导致身体在空中悬空 女助理紧紧抓住屋檐 老王本来是要放任她掉下楼的 可是在她回去的时候 看到了屋内女助理的女儿 老王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戴斯 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 最终 女助理被老王和阿初救下 老王也没有再追究女助理的罪行 老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在最后 她放下了内心的仇恨 带着女儿戴斯的骨灰 来到了她生前最想去的地方 位于玻利维亚的岩湖 天空之境 并且将戴斯的骨灰撒在了这里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心本恶 我们永远都想不到 一个人能残忍到什么程度 电影中的绑匪罪念深重 影片最后 老王放下执念 放弃报仇 算是完成了一段自我心灵救赎 我们不应该一直记仇 因为人生在世 是要好好活着 而不是天天活在仇恨当中 放下所有 才能得到心灵的解脱 好了 我是巴克 欢迎点赞评论 我们下期见